福州是中国渔王之都,在当地有着无渔王不成席之说。 1月28日,福州渔王博物馆正式开广, 与福州渔王博物馆上海展示馆、费城展示馆、 纽约展示馆实现四广旗开, 共同打向福州渔王国际品牌。 福州渔王博物馆位于连江县奎隆坊的游莲故居, 围绕渔王历史、制作记忆、产业发展等内容, 设置了寻耕、寻味、寻服、寻园、寻鱼五个主题展厅, 通过场景还原、文物展成、互动打卡、沉浸体验等方式, 以及沙画、投影、多媒体等数字技术, 给参观者生灵其境的感受, 全力打造中国独具特色的沉浸式体验渔王博物馆, 以及网红打卡点。 那这五部分呢,是从渔王的这个前世今生开始讲起, 它的历史发展,那以及我们这个福州, 还有连江海洋渔业产业的一个梳理, 让来参观的这个视频啊, 它不仅仅只是看渔王, 它希望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渔王的这个互动当中去, 也是要把我们福州渔王啊, 这个国际化品牌打出去。 林宇是福州市连江黄旗渔王制作记忆传承人, 活动现场, 它正忙着向民众展示传统渔王制作的精湛工艺。 林宇告诉记者, 福州渔王的制作记忆主要有选鱼, 解鱼, 剁鱼泥, 打鱼浆, 摇鱼王, 煮鱼王等几个步骤。 这是我们平时用的海蛮鱼, 你看它的眼睛还是闪闪发光的, 连江繁起鱼王的特色在于, 它的鱼心味足, 这用手给它搓鱼鱼, 给它搓成鱼状, 你看, 现在鱼状出来了, 它的皮就会晶莹剔透的, 然后吃起来鱼香味要足, 然后这个肉馅挤在包在里面, 然后我们搅下来的时候, 它的皮非常的薄, 然后肉馅那种爆脂出来的那种真正的香味跟鱼肉整合在一块, 这才是最好的。 福州是著名桥乡, 祖籍福州的海外华侨华人有300多瓦, 福州渔王成了他们浓浓的乡愁, 目前, 福州渔王也远消美国等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, 就走出去一定是在我们产品的优化上面, 创新上面, 那我们就把鱼丸录入很多的一个新的元素, 一个在各种的鱼类的这种权料上面做的一个不一样的一种选择, 第二个在我们的这种线啊, 还有这个的造型啊, 还有加入蔬菜啊, 记者了解到, 目前福州渔王生产企业50多家, 多家企业获得中华老字号, 带动产业从业人员约10万人, 截至2020年, 福州渔王年产量达16万吨, 年产值达70亿元人民币, 年销售30亿利, 约占全国50%的市场份额, 这些年呢, 我们福州渔王产业也快速发展, 已经从福州走向全国了, 走向世界了, 出台了很多汇集这个产业的一些政策, 一些行动方案, 那么呢, 我们福州渔王作为传统的一个地方的, 一个特色的一个, 一个小吃的, 从传统经典走向规模化, 现代化也是一条必然的发展的道路, 再结合现代的一些这个制造的工艺, 加入一些新的这个科研的力量, 才能够更好地把我们的福州渔王产业的发展光大, 做大做强做优,